进入广告,广告,腾讯视频为QQ.com 网络链接似乎出现问题,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,使用客户端播放,不稳定,立即下载错误吗? XXX,我又反馈,暂停,下一集0.2.18分直播,2.18分弹幕高清超清,720p,高清480p,标清270p,倍速0.5X,1.0X,1.25X1,5X2.0X,倍速播放,在这里,全屏,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,下一个即将播放,取消,广告广告,战报恒大, 那四比一鲁能,三连胜,塔利斯乔,二球高拉特破门,50%,75%,10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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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% 播放模式,Chronels,分辨率1920,X1080,视频宽高848,X480音量50%,视频协议,HTTP,SCD,NAPD,63,C5,D5,EDCA,113749,B0377,B1,EC9CBD,6F,V, SMTCDNS,COM下载速度,缓冲质量,帧数错误码,版本号3.4.37,2018年8月23日15.40分10秒,播放流水,C50B60,B34F760,F2701,DF8719C17F1,B170201,本地日志点击下载,点击清除,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,站到恒大四比一路门,三连生塔利斯乔二球高拉特破门,按住画面移动小窗,X,WINDOW,DATA,VIDEOAR,PUSHVDJ00RGX,IMJ,HTTP, IN NEWS,GTIMG.COM NEWS APP,RS 0500658,18906404800,DIC视频,战报恒大,四比一路能三连生塔利斯乔二球高拉特破门,时长约2分18秒, 记者王小瑞锦南报道,双方的整体实力存在差距,我们在比赛策略上,也出现了一些问题,面对媒体,李肖鹏坦然解释,了大比分实力的人也,今年,鲁能的强势表现,颇有王者归来的架势,在投入相对谨慎的时节,鲁能反而找回中超一流强队的感觉,8月25日对阵恒大,鲁能之前比对手多一分, 有很大的争冠机会,再加上洽峰能将王大雷三百场上点,队员们迎求的意愿更强烈了,没什么可纠结的,正确就要完命,百分之二百拿下对手,赛前的首发秀环节,现场大屏幕罕见加入了1999,2006年夺得双冠王的视频画面,重新改潮换大,主队球迷都盼望着,在七冠王面前, 旧王朝可以重新抬头,但球场上的状况,显然出乎很多鲁能队员的预料,赛后,以外队员告诉记者,根本没有想到开局如此艰难,塔利斯侠五分钟即远射破门,打乱鲁能的塞前部署,很早陷入落后局面, 我们就想着尽快追回笔分,但是越着急就会越向上前压,这令恒大很舒服的快速反击,去不出场的张石无奈的说,此一,李肖鹏战距二十六分钟便做出坏人,张石上,刘军算下,前者踢换并非四十扣腰,而是主打边后卫以解放王童,加强防守硬度, 这个调整没问题,整个上半场,我们的中路防守太吃力了,这也是为了进一步限制保利尼奥和塔利斯甲,鲁能赛后坦言实力处于下风,但之后的鲁能并不走运,一次争议判罚,导致主队丢掉第二球,下半场前十五分钟,鲁能依旧很难打开局面,为加强别路传中,李肖鹏大胆决定,令豪俊敏四十很久未踢的右前卫, 太上三十三岁的周海斌,可就当豪伟跑向热生区域召唤后者时,恒大在下一城,零比三,鲁能以无理回天,输了就是输了,没有什么责任可推卸的,中间可能有很多原因,但确实我们沉得很多不足,张石的这般话,几乎代表球队上下的心声,李肖鹏也认为,鲁能同恒大在实力上存在差距, 而且,鲁能辞意不应该采取对攻策略,球队的表现存在起伏,但精神力量还可以,只是说,我们过高估计同恒大对攻的实力,还是没有准备充分,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,上半场哨响时, 仅仅道,宋龙等人还围着韩国籍裁判金锡宽,为恒大第二球的判罚据理力争,但在中场烧现一刻,一无一名鲁能球员同裁判交涉,谁都明白,这一摆还是数在实力不足, 数据方面,鲁能全面被动,胜门数11比24,摄政数4比12,空球率43.3比56.7%,传球数374比538,竞工主导率42.2比57.8%, 输掉比赛,肯定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,但我们要承认处于下方,李肖鹏表示, 给你带来的带来的,不认为下方,李肖鹏表示,